梨花猫 中国是梨花猫的原产地 它属于自然猫 因为是在千百年中 经过许多品种的自然淘汰 而保留下来的品种 最为人所熟知的 便是梨猫换太子 这也是能够找到的 最早有关于梨花猫的记录了 它受人们喜欢 是因为它有非常漂亮的皮毛 也被人们叫做花猫 健康的身体 特别容易喂养 对捕捉老鼠是十分的在行 形态特征 梨花猫有非常圆的头部 非常宽大的面颊 两只耳朵存在的间距不是很短 耳朵的大小十分的合适 有非常宽广的耳根 很深的耳阔 位于尖端的部分是比较圆滑的 眼睛性壳形 外眼烧略微上吊 眼睛以黄 绿 棕为主 其中绿色为上品 鼻头有砖红色 深棕和黑色 长有鼻线 梨花猫有非常适中的身材 不但有很宽的胸腔 还很深 厚 四肢同尾巴一样 长度适中 并且强健 具有发达的肌肉 梨花猫大部分毛色 是静鱼纹 或斑点 和虎皮相似 短而有光泽 顺滑 由腹部下额的淡黄色毛以外 身上的毛都是一根毛上三种颜色 例如呈现棕色部分的毛 其根部为黑色 中段为浅色 毛间呈棕色 而呈黑色毛部分 其根部为浅色 中段为深棕 毛间呈黑色 性格特征 梨花猫有独立的性格 爱好运动 非常开朗 如果周围的环境出现了改变 那它会表现得十分敏感 对主人的依赖性非常高 如果给它换了个主人 它的心理会受到伤害 谢谢大家的收看